所以第一个请各位开启上个礼拜的练习档 那如果说呢 你开启来之后呢 上礼拜你是有存档的话 它理论上会出现这个讯息 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有录制聚集 也有写一些VBA程式 那特别注意啊 如果你有写的话 它会显示出这个讯息 就是你一定要启用内容 它才能够被执行 这个动作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的话 那你之前写的聚集跟VBA 是没办法被执行的 因为你点下去它就不会执行 不会动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待会就是要继续来看 就是有关那个 所以上礼拜我们基本上就是讲到 所以这个理论上会存到档 反正就是第一个方法是 REPT加LEN 所以用这个方式解这一道题 就是说呢 把后面三个串接完 变成一个手机的号码 那当然这边有几个状况 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三码的话 你要补一个零 所以084 007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REPT加LEN 可以完成 不过REPT加LEN 其实逻辑相对的比较复杂 而且没有那么好理解 所以后来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TEST 所以特别说TEST函数 其实相当的重要 那这个TEST函数用的地方 还蛮广泛的 也就是以后的 如果你要把某个储存格里面的 某部分资料 把它抓出来的话 可能也有的时候你看到的 比如说像日期好了 尤其是日期 你看到的跟你最后 就是要切割的那个范围 比如说前两个次 那不过如果你没有用TEST函数 转换的话 你切割就会失败了 所以上礼拜我有做一个补充 那个几年次 那几年次的话 你一定要先用那个TEST函数 就把它做切割 之后才能够得到几年次的这个讯息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这些动作如果你每天都要做的话 其实也相当麻烦 另外的话 我们如果希望以后这些动作常常在做的话 那也许我们可以再把那个工作表 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所以拖拉加感受键 那再来我们就是做那个聚齐部分 那聚齐部分的话 你可以用录制聚齐 如果录制聚齐这个部分 后面两个部分 其实就需要开启这个特别之后 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要撰写VBA的话 请各位务必要先把开发人员打勾 那因为这边的电脑会有还原 所以每一次来 你可能都要再做过一遍 那里面的话 就会有我们之前做的那个 就是串接 那你当然可以从这边做执行 清除 你也有把它清除掉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再把它执行串接 那也就是帮你把之前的动作呢 全部再执行一遍 那我上一礼拜要讲到啦 它的程式基本上 也一定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Visual Basic 当然你有几个方法可以找 第一个是 直接从Visual Basic里面 去找到你的程式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呢 基本上一定是放在什么呢 放在 左边环境里面的模组 OK 那理论上如果你是先录制聚齐 它会放在Module 1里面 OK 那当然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程式 你可以放在Module 2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闭 你现在是要开启它的话呢 直接从那个Module把它点两下 程式就可以看到了 那当然这边可以把它放大 特别是可能比较会有状况 就是说 可能会被挡到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要不就是你可以把它往下拉 要不就是你干脆把这个底下的属性关掉 这面板关掉没有关系 但是就是记得你千万不要把这个关掉 因为这个关掉的话 将来你要去开属性 开那个有没有 开模组就找不到了 理论上我们的东西是在模组里面 如果你不小心呢 把那个专案重管关掉的话 大家也不用紧张 因为之前同学有一个同学 他就看到叉叉就觉得手痒就把它点一下关掉 关掉打开之后的话 就想说呢 可不可以把它恢复 再点一下还是一样 他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以后如果说呢 你这个不小心把那个功能关掉的话 实际上呢 他就放在检视里面的专案重管里面 所以你直接再到专案重管里面 把那个专案重管点一下 那他就会出现在这边了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哦 我们将来写的所有的VBA程式 和录制的VBA 那个录制的聚集 所有的程式都会放在模组里面 所以你会放在module1 我这边是放那个录制的聚集 那module2的话呢 就上个礼拜写的 就是一个门号跟一个清除 那至于这些怎么写 我想上礼拜我们都讲过 有些这个步骤假设 你不是很熟练的话 你回去可以看那个 我刚刚讲论坛里面有把影片录下来 就是这一些 所以回去自己再把它看过 最后我们是又讲到那个 自动追踪最下魅力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你的范围绝对不是固定的 那不是固定的话 你不可能每次都去修改那个什么呢 VBA 所以module2里面 这个位置哦 本来是打上是103嘛 但是如果增加或减少 你以后还要再改那个数字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用自动追踪的 那追踪的方式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不过在讲这个之前 顺便复习一下 这个字太小 请各位字再把它放大一下 字放大应该还记得吧 工具选项 里面的撰写风格 把这个字至少放大到12好了 然后按个确定 那再来的话 特别最后本来是103 对不对 特别最后以后 这个程式呢 请务必要熟练 因为这东西的话 每次都会经常出现 所以回去你如果没有重打过 你可能都忘记了 我特别最后回去 一定要再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部分再做 那理论上是向下追踪 等于是Ctrl向下的模拟 Ctrl向下的话 基本上 它在VBA里面的叙述方法 就是我假设游标放在 这个储存格叫A4好了 那我按下Ctrl向下 它就会停在哪里呢 停在99列的位置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99列的位置 帮我回传回来 把99那个数字给我的话呢 那我讲过 我上礼拜最后是讲到 那个向下追踪 你可以打一个什么 Range OK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是学的第二个物件 第一个物件就是储存格 Sales Sales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刮虎后面有没有 那Range的话指的是一个范围 或一个储存格也可以 那如果说今天呢 我要指某个储存格 那你就A4好了 然后呢 向下追踪的话呢 就点 向下追踪 Ctrl向下的话 实际上就是 End OK 那你可以选取这个END 再刮虎一下 它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追踪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 那因为我要从A4 帮我向下追踪 所以你找到XL档 我是建议你用选的 刮虎之后用选的 比较不容易出错 因为之前有同学自己打 发现打错了 把L打成1 就一直行发生错误 那追踪完之后呢 帮我把那个 哪一列的位置告诉我 那你就再打一个Raw 这个Raw实际上就是 它所在的位置的列的属性 帮我把它带回来 所以实际上 它这一行叙述呢 里面 等于是可以拆成两个部分来看 一个是向下 一个是抓回Raw 帮我把这个Raw带回来 所以最后它会把99带过来 所以下一次如果说 我把它执行过的话 假设清除 它会清除到99列 那执行的话呢 也会刚好执行到99列 OK 这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部分 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 就是说 所谓的制定函数 什么叫制定函数 你会想说那这地方 假如我希望呢 在哪个地方呢 这边按钮上礼拜 就讲过了 那插入函数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名称呢 叫做手机函数好了 不过特别是 这边理论上应该是没有 那个手机函数了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客制化 所谓的客制化就是说 你的功能需求 是刚好是你工作要的 那样的一个需求的函数的话 那怎么办 他没有提供给你 那你就自己要把它写出来 可是要怎么把它写出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好了 所以接下来 请各位先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大概做到这里 至少你要开放人员这个面 这个东西一定要打开 如果上个礼拜没有存到档的话 另外一个方式 不然你就是从哪里 从我们那个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里面 其实上个礼拜的那个城市 都在这边 云端白板里面的文字与这段函数 那你可以找一下 如果像聚集的部分 我是有把它贴到这边 就这两段 所以如果说你要跟我一样的话 你把它Ctrl C 然后呢 这边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它会有一个Module 1 那你有把程式从这边贴过来 就有了 第二段的话 再插入一个Module 2 再把这两段 这两段在哪里呢 在这边 下面这边 有没有 回圈的下面这两个 贴过去就OK了 至少你先能够做到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待会我们再接着来看 有关那个制定函数部分 先试一下 记得了 这个课程 如果真的学会回去 一定要练习 回去没练习的话 你很快就 你会慢慢就会发现越来越跟不上 因为要记的东西实在是还蛮多的 除了你要会 也许你还有印象 但是你 像你要从头打出来 你可能打不出来 那这个部分特别重要 如果你将来要真的能够应用在工作上面 除了你要会之外还要熟练 熟练才能叫技能 那技能如果发挥到一个极致的话 就是专业 所以你可能就练习 还不只练习一次 回去的话还多练习几次 想到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些 录制聚齐 你要马上可以做出来 还有门号跟清除 上礼拜做完了 你要马上可以写出来 不是只是大概知道 但是怎么做 不熟那就麻烦了 如果你不熟 所以前几期的同学一直问说 老师为什么我要怎么应用 我都不知道 我说你都不熟怎么会应用呢 所以如果你要能够进入到 可以跟你工作能够应用的阶段 可能还要记得还要熟练 熟练的话 恐怕就是要多练习 练习的次数 可能就是看每个人支持 至少都练习个 恐怕十次二十次应该不下 我想大家多练习 另外不会的部分 我有把它录下来影片 所以你回去的话 不会的部分就把影片再多看 多听多看多做 那这样慢慢你就越有感觉 你就会知道怎么应用 不然很多同学奇怪 上这个课 上到中间 他问我说怎么应用 他还不太清楚 主要原因我觉得跟他熟练度 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练习的次数 其实还蛮有关联性的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最好能够直觉的 城市VBA大概没有很多 就是要把它很快可以打出来 OK 那所以请各位把那个上礼拜的范例档 先开起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如何 在VBA里面制定函数